白天的沈阳还是艳阳高照风和日丽 入夜后开始刮起了西北风 大量的树叶也随风飘落了 路口烧烤摊冒出的浓烟 借着西北风的风势乱入鼻孔 勾引着深夜还未进食人的胃 真香 不如来点烧烤 羊腰子羊肉串是必点的 烤生蚝也必须来一份 烧烤呢又得搭配两瓶凉啤酒 那就喝点吧 我极其善于给自己喝酒找借口 于是便寻找附近的便利店 便利店放啤酒的货架上 花花绿绿的啤酒包装 甚是好看 价格也不贵 这种雪花勇闯 雪花淡爽 青岛玻璃皮 对于喝惯了原浆啤酒的我来说 味道寡淡 这个沈阳人口中的老雪花 黑料表虽然加了大米 但11.5的麦芽度和4.4的酒精度 还是值得体验一下 烤串小伙 是沈阳本地人占据了路口最好的位置 干净整洁的食材和烤炉 再加上带着羊肉串香味的浓烟 是最好的视觉味觉双重广告 这边还有什么呀 羊肉串 这是什么肉啊 不要牛肉 羊肉串 羊肉串 先烤一把吧 别的还有什么呀 鸡筋 鸡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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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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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就不来了 刘彪 刘彪再来 再来 再来 小伙很诚实 没有隐瞒 腰子是猪腰包羊油 也许他看我像是很懂行的样子 听着隔壁烤鱿鱼大姐的聊天 去医院做个造影都要三千多块 感叹着肯定费用的昂贵 三千元在东北地区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月的工资 人间疾苦太多了 我还是打口乌串 打口喝酒吧 热乎的烤串 加凉啤酒 味道老好了 在这标志着沈阳告别秋天的第一场大风降温的夜晚街头 青年人中年人都在街头忙碌着 抬头便是和他们近在咫尺又毫不相干的高楼大厦 已经是第二瓶老雪了 喝凉啤酒最适合的环境 就是坐在灶热夏天的街头小摊打开档 此时我哆哆嗦嗦的坐在寒冷的街头 喝着凉啤酒 游标咧 嗯 嗯 烤串的沈阳小伙一刻也不得闲 对面卖熏肉大饼的大姐生意也是好的出奇 晚上收摊回家他们一定会抱着手机统计今晚的收入 然后美滋滋的睡上一觉做个好梦 大姐的熏肉大饼貌似很受欢迎 附近上班的小伙看来是常客 有出租司机特意过来买 特制的饼被炸成一个犹如冲了气的河豚的形状 我也跃跃欲试 但是肉串啤酒再加熏肉大饼 这番范的热量令人却步 还是来点野生小碗烹饪吧 你这做什么呢 做熏肉大饼 烹饭还有馄饨 熏肉大饼 对对我现在做这就是熏肉大饼 你这个饼是炸的 对炸过来的 这饼炸碗很香 那这挺好 那是炸油酒 对对对 你这个馄饨还有吗 有啊 来一份啊 来来来来 你想吃多钱的有10块的有8块的有12的 这个好吃 嗯 这个是什么呀 熏肉大饼 我做这就是熏肉大饼 对 我家一般顾客都很爱吃 那给我来一个 我想吃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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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鸡肉 好 鸡肉不长肉 那您给我来一份小份的馄饨吧 好嘞 那您给我来一份小份的馄饨吧 没事 我不着急 对 沈阳小美女的口音 越听越好听 如果搭配南方姑娘温婉的性格 一定是个完美的梦中情人 大姐的葱花香菜辣椒油不绝于耳 珍递她今晚的忙碌开心 我加点辣啊 好 这条东西走向四五百米的路 叫南山东铺路 晚上是夜市 早上是早市 摊贩可以把摊位摆在路中间 大姐我那馄饨煮了吗 我里面 什么馅的 肉的 什么肉 骨肉 早上9点前禁止机动车通行 管理人员会拿着大喇叭喊 8点半了 都收摊了 收摊了 我有多少钱啊 一百好找吗 摊贩们也很自觉 逐渐开始收拾 9点过后 归附机动车的通行 你家很热 不玩强的大便 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放 这才是有智慧 有温情的城市管理 饭干了 没事没事 54是吧 对 我可以 沈阳也是极具烟火气息的城市 从今晚开始 我已经爱上了沈阳 我们大姐是哪里人 大姐说是辽宁别的地方的 我夸了大姐的口音 没有想象成的那么重 我来说给你扫个铃子呢 她很喜欢那个工作 说比在老家的收入高很多 再做一块是吧 你这混血是在这吃还是要打包 在这吃 好 几块啊 8块钱 8块钱 现金 我先给你拿过去 你先给我谢谢 你先拿一下 哈哈 你拿一个 我说拿哪个 拿这个 拿二十的呀 我以为你还有一块 拿一块我就 直接端着盆我就走了 哈哈 来 12块 拿好啊 包包筷子我都给你放 好 哎呀 放了一勺 好 喝一碗馄饨啊 哎呀 哎呀呀呀呀 酒后的一碗热馄饨 好 东北胖妹的性格如此豪放 也是明显区别南方姑娘的一个特征 多放点儿酱就完事儿了 自立行间套路的爽快 成人用品店的招牌在夜幕中很明显 也预示着周边的酒店旅馆数量比较多 枕阳的路边停车位画线令我十分费解 留了一个通道 用来走非机动车吗 那开门杀的几率就会增加一倍 老雪花的劲儿还是比较大的 三瓶啤酒已经晕糊了 这个小旅馆40元一碗 离沈阳北站约1.5公里 今天下午出站 从广场路边一位拿着住宿小牌的大叔身边经过 我背着包刚出站明显游客的样子 大叔却不主动询问我是否住宿 我走过五六米又折返回来 问大叔的房价 大叔连忙介绍 然后骑着电瓶车载我过去 省去了背着沉重的背包 走路找旅馆的劳苦 小房间 就这么大 窗户可以打开 没有了 抢退 我没有了 来